今天來解說納克羅斯 納克的一技能第一次有雞飛 通常第二次一技能會留下來測退用 再來教大家一個打物擊的技巧 一直在同一邊方向打或者兩個方向拉扯 目的就是不讓他解封 納克的二技能呢 領域被揚的時候他有個指示器 納克這個技能人數王等的地方跑 並且增加一個強化普攻二技能被動 大招也有霸體 納克羅斯大招最後一段也有雞飛 納克羅斯是後期高爆發打野 實戰教學 想玩好那刻最主要的還是進場時機 這邊看到對面打野在中路清兵 這波他技能幾乎沒了 所以很好抓 這時候我對他們的龍有想法 那技能過去接自殘藍上沒有 這波手家抓人 抬過四眼 對面射手好像對我們的小野有想法 一技能卻大招接二技 再走對面射手 再繼續抓對面改打 一直平衣就行 拿下雙殺 這悟空對我有想法 那技能拉開後 一技能擊飛 鋪峰 只先開大秒人落空 二技能幾走一技能擊飛 對面打思也沒了 減